欢迎回到亚洲部的澳洲华人生活频道 我是Grace 我是你们的亚洲部 那本周的话呢 就是突然那个Grace给我发了一个新闻 说有一套房子12个小时就被卖掉了 对 这是什么情况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最近也是突然看到了一个新闻 就是在Virginia这个区 北区的 不是很 我感觉不是很受华人所熟知的 华人本身就对北区不是特别熟 如果你跟他说Virginia一个房子卖掉 他没有任何的概念 对 然后他是在61 Prince Street 然后他是破了这个区域的销售记录 是在12个小时以2.45mm卖掉了 所以我觉得还蛮夸张的 他甚至没有等到他的第一个open 没有等到第一个open 对 那说明这个价格已经好到发指 就是如果我再等到open 可能那个出价的人他就跑了 过了一个晚上想明白了 这个价格好像出的有点高就跑了 对 就是说他在当天就得到了一个买家的无条件offer 有点夸张 我印象当中看文 我大概有简单看一下文章 我好像是有一个人要堪培拉飞过来买这个房子 结果还没买上机票 这房子就没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夸张的 就是买家想买这个房子的心非常挤迫 对 我觉得有两个数字要值得关注 一个是时间很短 没有open就直接卖掉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房子他买来多少钱 他买来的话是2021年1.05mm的成交的价格 2021年100万出头买的 对 然后我们也记得的话好像是600平左右的土地 600平当时应该是个老房子 所以说他拆掉之后2.45%要将近多了150% 对他的房东应该是专门找这种老房子 就是他们觉得我俩很有潜力的 然后做推导重建 然后再收出走一个短线的这种过程 到说这个房子他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暴涨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抛砖引玉说我以后买房子 或者我以后造房子我要不要以这样的思路去买 这样思路去造 我可不可以收获一个 我说不一定说像他这样一个结果 但会比较和他比较接近于说我能够有个不错的回报这个样子 首先就是location 我觉得稳吉尼亚可能大家不是很熟 但是说实话我开车还比较多 稳吉尼亚它是整个布里斯班东北边的一个工业区 他旁边有什么吉邦 Banio这种 其实都不是什么好区 房价也不贵 居民收入也不是很高 然后有很多这种大卡车在那边开来开去 其实整体感觉是给你比较操展 但是大家有注意到说他这个房子其实是比较接近 稳吉尼亚旁边的区 他就贴着旁边的区 旁边的区什么区 叫维沃亥 沃维尔高地 这个区其实我以前开车经过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点老 有点死气沉沉 它不是一个让你感觉说它是个富人区 因为维沃亥它的下面就是Clayfield Hendra这种 大家就耳术能想想上 富人区 对富人区 好区 两百多万房子 大家都这种感觉 其实很多人没有关注到那地方 但你仔细去看那个区 你会发现 地理位置还不错 对它的西边是A3那条主路 就你上了A3其实堵主要是堵在Champside的地方 其实你过了A3之后 其实下面的路还OK 去松心其实也挺方便的 然后它的东边是机场 机场那边也相对来说是那个Nanda那边 就是Sangay什么这种路 其实走起来还蛮方便的 包括去机场也很方便 有些如果你真的要经常飞来飞去的话 那确实是一个好地段 然后不可缺失的就是北边最大的Champ 最大Westfield的Champside 应该也是布里斯班最大的 对布里斯班最大的Champside 然后很多白人特别住在北边 基本上是购物必去的地方 重要程度我觉得不亚于南边 像Garden City什么Karendale这种 所以说它的一个地理位置 就其实还是蛮方便的 一直被大家所低估 它这个Wajinia Hai这个房子 应该是借了Wajinia 这个Wajinia这房子 借了Wajinia Hai的地理位置上的一个优势 所以它的上一任买家 就是专门还是非常有研究的 就看到了这个区域的潜力 看到了句话地的潜力 对对对 可能别人会觉得说 我的地是在Wajinia 应该是卖不上什么价格 然后用comparable sale 然后你再去比的时候 它会很容易把那些工业区的房子 给拉进来 就会把你整体价格给拉低 但只要你的这个基本面是好的话 我觉得只要给它一个好的品项 它依然能够卖出比较不错的价格 因为我看旁边除了刚才说的购物中心 它有一些什么公园 有一些小河 感觉应该还是很不错 环境还不错 对对对 然后再来细看一下 这个房子本身 说实话我觉得应该是代表 目前的一个主流审美 特别是老外非常喜欢 你别看它是木板房 这个叫什么Hamilton style 还是蛮漂亮的 对我看多了以后 其实有点审美麻木 但是很多想要买新房的人 他会在现代的那种 就是方盒子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摸的 前两年会比较流行那种 对对方方的那种 和这种Hamilton style 就基本上就二选一 所以现代的新房就这两种比较受欢迎 那么它是取了其中的一种 然后你在里面去看它的户型 我觉得户型说实话对于一个房子非常重要 应该还蛮受欢迎的 因为它从各个方面讲都还是住起来非常舒服的 对没有什么很致命的缺点 基本上是大家能够使用到的 你去看它的study 就楼下的两个额外的空间 一个study一个media 我讲这一趴就是要让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未来会造新房子 或者是你要去买房子 你一定要如果你想要有个好的回报 你一定要在这个房子本身户型上面 可能你不是很喜欢 但是你要知道主流的审美或主流的 主流的那种受众 它最喜欢的房子是哪一种 你就看到它这套房子 进门两个功能区 这个是必备的 你如果有更大的size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study改成一个卧室 但是说实话老外这种 他可能并没有说什么三代同住这种需求 所以说爸妈和小孩都住楼上都没有关系 对但华人好像会有这样一个情节 因为有碰到很多客户说 如果建个双重的房子 然后一楼要留一个卧室给家里老人 这样子 你在华人区买的话 你是可以把这个study去改成一个卧室 它可能在华人区能卖上一个更高的价格 多卖个五万十万都是有可能 就是因为有一个卧室 好吧 然后你再去看楼下 在living area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挑空 基本上就功能区 层高挑空 这块一个好一个好房子 或者漂亮房子 不是说它豪宅 该有的东西基本上 你不能缺 对它抓住了这些要素 对对 有些时候你说 我 我 房间是够多 但是缺了个挑空 就让它显得没有那么高级 因为两百多万的房子 如果没有挑空 可能还是有些买家会有一些遗憾 对 living dining side上没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double garage storage 然后laundry 就该有的要素基本上都有 battle pantry 基本上后厨也有 然后上楼之后呢 就是非常标准的四间卧室 呃 加一个活动区域 然后主卧啊 还有那个都是朝朝正面 采光比较好的那个 那个方向 嗯 所以说我 然后加上后院的泳池 600 600坪土地的一个corner 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面宽也不错 我看它后面还有一个比较 非常大的decking barbecue 基本上把你能够想到的一套好房子 该有的要素全部塞进去 嗯 如果知道房子在户型设计上 和它功能上面是没有缺点的 包括后院 一定size 就是嗯 每一个小环节 每一个 部分 它都做到说 OK 住在里面的人 它是感觉比较舒服的 那它就应该卖上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嗯 它的成本价 它的成本是100万 那个dee dee是105万 你觉得建筑价格 你觉得 建筑价格 我觉得它如果是一个builder的话 应该成本不会特别高 满打满算 我觉得造房是100万 对 但如果它是builder的话 是不是可能80万 90万就可以搞定 嗯 很有可能 对 具体它到底在里面 到底有多少的 就自己去出 出这份力 到底有多少空间 我们不得而知 但即使是说 我们按照它成本比较高的去算的话 我觉得至少 它在造房子上面 应该有个40万的盈利 也没有任何问题 嗯 对 所以它可能卖到了2.45 这样一个价格 然后房东也是比较满意 比较理想的 就可以出手了 因为我相信它不会在 这个整整两年里面 它只做这件事情 它可能还有别的事情 所以说光是这一个项目 如果可以挣40万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观的收益 对 它也可以把这个收益拿着去 下一个项目 嗯 对 所以说 当然这个东西不是说 让大家一股脑的 去做开发 去做旧房翻新 而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要怎么样去买一个老的房子 一个好的location 一个好的foundation 至于上面的房子破啊 或怎么样 其实不用特别在意 但是当你去重建 或者翻修它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注意 这个市场上的一些detail 嗯 这个什么样的房子是 是受欢迎的 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卖出高价 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任何的细节上的偏差 嗯 都会导致你在别的地方做的再好 都会潜攻击期 所以说 一定要让整个房子 是一个非常匀称的一个状态 对 我觉得有一些启发是 如果即便我们在买资助房的话 可能你觉得楼下一个卧室 没有很重要 或者是挑空 本来没有很喜欢 但是如果在这样一个区域 这样一个价格上面 你可能必须要有这个要素 可能会对你房产增值 有很大的帮助 对 我印象很深的是 最近在Rochdale卖掉过一套 六房 六卧室 六房 嗯 六个卧室的一套非常小的房子 它其实是在一个300多的地上 其实那地很小 当时我印象很深 是因为这个客人 买这块地的时候来找我 他说我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建 然后当时我给他去找了一个建商 他当时建商给他推的那个户型 是一个很普通的户型 就是一个四房 双层四房 没有任何特点 就进门一个走廊 然后进去厨房 非常中规中矩 然后上楼是四个卧室 标准户型 对标准户型 然后合同价是可能90万 然后我说OK 我们既然买了这块地 我们索性把这个房子 好好研究一下 是土地和建筑 一起报价90万 对 在Rochdale 对 那还是非常合适的价格 对 然后我跟他说 我们要不要多花一点钱 就是把这个房子稍微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我说OK 我说我跟建商说 我说我看一下这块地上 我们到底能撑多大 他后来很算 就就左算右算 然后说我们在这边再挪出个多少多少公分 在那边再撑出多少多少公分 他在楼下又多做出了一个卧室 加一个study 就和这个房子的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然后大家通常认为说像300地上 楼上只能放出4个房间 4个房间 对 但是我帮他跟建商一起调整了一下 在楼上保留楼上那个living的情况下 帮他放了5个房间 这个是OK的 其实没有很多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设计户型的时候 有很多小的走廊 或怎么样 你面积浪费一点点 其实很快那面积就没有了 你只要再挤出一个三层三的卧室 其实你只要经过一定的构思 其实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这样的话 他楼上就是一个客厅加5个卧室 加上楼下有多一个卧室 其实在华人区里面这种户型 他是很受欢迎的 因为他可以三代同住 或者有很多的房子 他可能未来可能分租 或什么样的 会导致这个房子的整体市场受众度会很高 所以说在这次拍卖的时候 他卖掉165万 165万 对这个合同我跟他签的时候 是21年年底圣诞节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 嗯 那有一个70万的增值 将近有70万增值 非常非常的高 那增值税他应该也交了不少 对 但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 对对对 你睡觉的越多说明你挣的越多 挣掉年70万 他确实税没有少交 应该交了将近20万的税 但是依然是个很好的结果 因为我打电话问他 我说你房子拍多少 他他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讲的时候 还是蛮开心的一个状态 肯定很开心了 对对 所以说 同样一件事情 你去不同的做法 其实会收获不同的结果 所以讲这个就是说 你别看他是12个小时卖掉 或者说他卖了 他近赚了将近40几万 但每一个步骤 他其实都有自己的原因 所以说做任何一件事情 或者特别是买房子 或者做房子开发 或者造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多动脑筋 只有多动脑筋 想的多 才会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新闻的话 也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市场上 可能现在会是比较火爆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鼓励大家 就是一天之间做决定 立刻去买房子 买房子还是一件大事 然后可能谨慎的选择 对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大事要好 然后在季节性上 利率上 或者是一些房产趋势上面 你要好 在这个基础上面 你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然后你就一定能够收获一个确定的成果 这个就是本期节目 想要跟观众去探讨和表达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有同样的感受或者启发的话 也可以在频道下方留言 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的话 欢迎转发和点赞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给我点点赞吧